我們剛剛有稍微調查過大家這個信箱數量蠻多的 那請問您平常就是要處理的郵件有大概多少 也不少對不對 啊會不會有一部分之間就是在處理垃圾郵件 有啊因為多多少會有廣告信嘛 所以事實上你用Gmail 應該說用Google的這個服務的話 它一個很大好處是它在垃圾性的過濾上 應該是目前大致上所有服務裡面應該算是第一名 現在Harmail其實在過濾色性也不錯 可是Harmail的缺點就是過濾的太過嚴格 所以有些人是連收到都不會收到 所以有時候有點傷腦筋 那所以可能用Gmail比較多 但是你的熱線性會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老是讓自己的帳號暴露在外面 廣告名單啊 別人問有沒有可能把你的帳號收入成廣告名單 有 所以這裡有個東西麻煩各位一定要會的 眼鏡可以拋棄 信箱也是可以拋棄的 這樣拋棄式信箱 因為有些時候你是 常常有些網站你要去注射服務啊 對不對 你要登錄 他會請你就是要留一個信箱 那如果這個服務並不是那麼重要 只是你偶爾要去一下 可是你要留自己的信箱 那當然就有機會 這個就被列入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找看看喔 給各位看一下 像我們在這邊 這裡 你就用這個 這邊 好 我直接回到google OK 你就用這個關鍵字找 事實上你會找到很多 好 你會找到很多 有沒有 那我比較常用的是十分鐘的 十分鐘就消失了 因為大部分在註冊 都會怎麼樣 會寫一封mail給你 告訴你要點一下連結 表示說這是你的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這一種的 有有看過那個mission impossible 時間到就自動銷毀了 還永遠都找不到人了吧 好 點一下 那你進去之後 他就會幫你產生一個臨時性的e-mail 有沒有看到的 所以你這個畫面不要關 不要關 當有訊息進來的時候 就會直接在上面顯示出來 那你在上面直接閱讀跟回覆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十分鐘之後 sayyumana 好 所以 杜絕落色郵件 有一個很重要是你要努力一下的 盡量不要把你 重要的那個e-mail 暴露在不必要的地方 這樣自然 垃圾性就會少 垃圾性就會少 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原來也有這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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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